有一句话呢,说得好,叫听人劝吃饱饭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建议所左右 那么就像我们在之前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呢,不了解 可能呢,我们会听从这个房产中介的话 于是呢,买了房子 那到最后呢,可能我们发现 我们买得早,赚到了钱,我们很高兴 也庆幸呢,我们当时听了别人的话 但楼市当中呢,从来不缺建议 这些年呢,我们的一些房产专家也好 一些学者也好呢,时不时的就跳出来 来分析楼市,建议我们普通的购房者应该怎么样 建议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去买房 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这些专家 或者是学者的言论,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所给的建议,根本不接地气 也根本不了解现状 最终呢,会成为一个笑柄 所以专家的话呢,还是少听 今天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些年呢,有一些专家 在这个房产市场上说的一些建议 看一看为什么不合实际 首先,第一种言论呢 就是有的专家建议呢 我们现在不能够取消 我们的商品房预售制度 因为呢,我们取消了以后 这个开发上就没有办法建房子了 但是您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专家说的话靠谱吗 预售原来为什么能够存在 预售真的合你吗 从1998年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房改 我们当时是没有任何房产模式可以借鉴的 我们唯一能够借鉴的就是香港的模式 香港的模式之前呢,叫做卖楼花 也就是说呢,我们把地拿出来 房子还没有建 但是呢,我可以提前把这个房子预售给你 你相当于预定 可是呢,被引进我们国内以后就成了现在我们买房子的模式 我们建一个高大的这种售楼处 我们呢,去买房之前 我们呢,先看样板间 先看呢,PPT 对吧 然后呢,你选择一个理论上的房子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全款交了 相当于呢,房子还没建 但是我们已经把房子买了 可是这中间呢,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 在1998年之后到2003年这四五年间 其实这种模式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的城市化力要进行 我们的地方政府没钱 我们的开发商没钱 但是我们需要建房子,需要大量的资金 我们之前的这种模式相当于呢 是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钱 然后呢,办一个大事 也就是说呢,在短期之内开发商有了钱 我们加快速度把钱,把这个房子呢 给建起来,然后呢,卖给用户 用户呢,也能在短时间内住上房子 OK,那这个时候呢,是皆大欢喜的 首先呢,地方政府有了税收 开发商呢,能够顺利的建房子 老百姓呢,能够拿到房子 银行呢,能够把贷款放出去 可是呢,坐着坐着,这种门市 可是呢,坐着坐着 这种模式呢,就不行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中间存在着开发商提前透支消费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说的 开发商之前玩的三高模式 原本如果说你在短时间内拿到这么多钱 其实你建房子的速度 或者说资金是能够跟上的 是没有债务危机的 那请问在过去二十年 这个房产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 开发商为什么还欠了这么多钱 就是因为他把建房子的钱 又去拍地,又去拿地 然后呢,不断的建房子 不断的抬高房价 结果导致了开发商亏损的越来越多 现在看到了吗 很多大的开发商都倒闭了 都撑不起了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现在老百姓很痛恨这种 就是预售的模式 它显然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房产的一种模式了 未来如果呢 这个我们的房产预售模式能够取消掉 或者说进行一个转型 我相信楼市还能够长远的发展 如果还是以这种模式 按照专家的建议 那么我告诉你 这种模式只会让老百姓远离楼市 根本不会拿钱投入到房里的市场当中 专家的出发点 只是在考虑开发商 只是在考虑资本的利益 但从来没有管过老百姓的死活 还有呢 第二个专家在之前呢 讲过说 咱们现在城市的房子呢 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对吧 我们买房子也已经达到了一种饱和 但是广大的三四线城市 以及县城农村 还有很多老农民没有买房子 我们建议呢 你就不要住在农村里边 而是呢 你要到周边的县城买房子 县城有很多商品房 那如果呢 我们有地怎么办呢 我们在县城买房子 我们到县城居住 平时呢 我们开车下乡动地 我都不知道这个专家 是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 为什么他要这么去说 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 我们城市的居民 他的出处在哪里 最早之前呢 我们讲究的叫做农村包围城市 直到2021年的年底 我国的城市人口 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 我们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 而且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 还是以地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 有地就代表着有吃有喝 有地就代表着我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虽然现在城市发展的很好 大家都在城市当中发展 觉得城市比农村好条件好 可是我们的根还在农村 而这样的专家只能说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边 把脑袋吹傻了 吹坏掉了 你想一想 怎么可能我们白天从县城出发 开着车去农村种地 然后晚上再穿着西服 开着车回到城市当中去住 这完全就是吃人说梦 也是背离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 并且我们老百姓为什么现在能够安居乐月 那是因为除了我们城市当中的商品房 是地方政府出让的以外 我们广大的农村是以村集体的形式出现的 我们的宅基地也是村集体给的 只要我们是这儿的村民 我们的宅基地是不需要花钱的 我们只需要自己花钱盖一个房子就可以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商品房在城市当中如果盖一个别墅 那么我们普通人去买的话 可能会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可是在农村盖一个比城市还好的别墅 我们只需要几十万 为什么 因为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利润了 所以你要想一想 农民离不开土地 为什么要让农民背负着房贷 即使背负着房贷 这个房子有没有意义去住 拿什么来还贷款 专家有没有想过呢 专家想的就是一心在理论上 要撬动中国房贷市场的发展 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一股脑的 把钱投入到房贷市场当中 但是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但是呢 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这个和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专家 是一举之鹤 第三个方面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还有一些专家 说你们年轻人呢 就不能够去讨论工资太低 年轻人要有理想 要有报复 这个年轻呢 就要有精力 所以呢 现在的工资低 你不要抱怨 对吧 你要趁早点去买房子 我不知道这种专家 曾经有没有年轻过 或者说一生下来就四五十岁了 他从来就不体验这个老百姓的苦 也从来不知道年轻人的苦 年轻人不想有钱吗 年轻人不想奋斗吗 奈何这个职场 这个社会的发展 对于年轻人是不友好的 每一年这么多的大学毕业生 谁不想找工作 谁不想拥有一个好工作 谁不想挣更多的钱 可是企业要就要这么多人 要就要高精端的人才 并且很多年轻人 刚进入职场 社会经验不足 工作经验不足 所以薪资很低 有的长达半年的实习期 你不做 有的是人做 所以很多年轻人是非常有才的 但是他们被压榨了 被资本压榨了 因为这就是现状 而且我们的竞争力也大 各个行业也非常的卷 所以你没有办法 年轻人刚入社会 就糟糕了社会的毒打 那么薪资很低 而我们的房价也好 我们的消费也好 你说哪一样是当代年轻人 可以承受得起的 你进去一个好一点的公司去上班 你的实习工资能有多少 能超过一万吗 即使说很多有能力的 大概刚进公司 也就是只有几千块钱 可是你到了公司 是要交各种保险的 你刚入社会 你是需要租房的 这些全是华销 你一个月挣四五千块钱 可能连一千块都存不下来 这就是现实 当你 当你食不果腹的时候 当你还在操心 明天会不会被房东赶出去的时候 专家在这给你大谈梦想 让你赶紧买房子 让你不要抱怨 我们当然不想抱怨 可是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 有没有很好的给我们创造一种工作的环境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很少 所以很多年轻人有梦想 也是被扼杀在摇篮当中 所以你看到很多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躺平 为什么选择放弃 这就和我们的婚恋市场是一样的 原本很多人还期待爱情 还期待呢 我们要找人生的另一半 可是这个财力年年增高 我付不起 那怎么办 我只能放弃呀 所以专家的话 真的有的时候并不靠谱 还是那句话 我们老百姓不傻 我们年轻人也不傻 傻的是这些专家 对于中国的现状不了解 他们从来没有呢 是他们呢 从来呢 没有接触过社会底层 也从来没有到农村去 也没有到下一级的市场去调研 去了解 所有说的话 都是呢 想象的去说话 这叫什么 形式主义 理想主义 他们总结的 按照他们的理论 就应该这样 但实际上我要说的是 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我们的行动是大银铝嫩短 而我们的行动是大于理论的 所以对于这种专家呢 我们不听也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